大家好,我是Stan 因出演和被Yurisa走紅的廚師Triple Star 卷入了私生活爭議 10月30號,滴社報道了有關 Triple Star與前妻A女士和前女友B女士的私生活 首先,Triple Star與前妻是從2014年開始交往 2022年5月結婚,3個月後離婚了 因為當時只是舉辦了婚禮而沒有婚姻申告 所以不是法定夫婦而是適時婚關係 前妻A女士對滴社表示 她與Triple S於2014年首次相識 為了讓Triple S能夠就業 我曾用夏奈兒包包等物品進行賄賂 Triple Star當時是一名毫無經驗的學生 聽說作為廚師,曾在哪家餐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當時我也在經營事業,因此擁有各種人脈 我努力尋找了能對Triple Star所希望的餐廳施價影響的人 A女士向自己的朋友請求幫助 希望能為Triple S提供 Atelier Krenhan Peno的就業機會 並送出了夏奈兒包作為禮物 對此Triple S對滴社表示 是我自己發送了電子郵件 Atelier Krenhan是我作為實習生工作的地方 而我真正想工作的地方是Peno 我去美國的原因也是為了在佩諾工作 我在佩諾做了三個月的無薪實習 我真的非常努力了 並在一個月內被評為正式員工 這是因為夏奈兒包嗎? 是因為我得到了主廚的認可 接著滴社也公開了Triple Star寫給前妻A女士的反省文和部分信件 反省文中寫道 一位穿著性感衣服的女客人獨自坐在餐桌上 而我卻在關燈的倉庫中 透過監控偷偷窺蝕了她 我就是垃圾 我喜歡女人 環有安葬的貪婪 對給予我巨大愛的人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等內容 特別是前妻A女士提到 與Triple Star之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件 因為尺度很大 滴社就引用了Triple Star所寫的反省文來代替報導 Triple Star在反省文中寫道 因為我的慾望要求你與其他男生發生了性關係 對此Triple Star對滴社反駁 不是的絕對不是 我現在沒有那份反省文 我不記得裡面寫了什麼 根據滴社報導 Triple Star與A女士在一起是 同時也與B女士劈腿了 而在離婚一年後的2023年8月 A女士有了男朋友 而Triple Star竟然發出了威脅短信 儘管如此我真的忍耐了很多 心裡非常生氣 真的好想用刀刺死你 當你和其他女人在好餐廳喝酒吃飯的時候 我卻在為你付房租 像個保姆一樣打掃和做飯 是的我很抱歉 這件事情累積了數十件 我怎麼可能保持理智呢 是啊 但即便如此 以這樣的方式結束真的太糟糕了 對於這段聊天記錄 Triple S表示 我不知道是看到了什麼樣的聊天記錄 所以很難回答 不過如果我生氣的話 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本來不是這樣的人 A女士應該也感到驚訝了 而前女友B女士 則主張自己遭遇了Triple Star的潜水分手 潜水分手就是突然有一天不打電話給你 也不接你的電話刻意避開你的分手 前女友表示 雖然聽到了關於她與女性們的傳聞 但我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其中一個 我們甚至沒有爭吵 像普通情侶一樣交往 卻在某一天沒有任何解釋和理由的被潜水分手 後來我才知道 她在那段時間 竟然與另一位女性保持著曖昧關係 我試圖聯繫她 希望至少能得到一個道歉 但始終聯繫不上她 不久之後 我還聽到了她要結婚開店的消息 我感到非常傷心 背叛感讓我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對此Triple Star反駁 與B女士並沒有交往很長時間 大約只有一到兩個月 因為彼此的想法有所不同 所以就沒有再聯絡 滴社為了Triple Star 在滴社開始採訪後 有沒有聯絡過B女士 Triple Star表示沒有 但是在滴社進行採訪後 Triple Star主動發送了短信給B女士 這是在潜水分手後她們的第一次聯絡 以下是短信內容 我是康斯文 因為重要的事項 方便通話嗎 可能會對你造成影響 所以我覺得需要通話來保護你 方便通話的時候請告知 而對於這些舉報 Triple Star的律師對滴社表示 發那種短信的話 前面應該會有一些情況 我大概聽說過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Triple Star似乎對她妥協了很多 那些反省文是為了平息A女士的怒氣而寫的 內容並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實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讓她和別的男人做什麼 看她做料理的時候就覺得她很變態 結果她真的就是個變態 A這個人都已經離婚了 就應該結束了 為什麼還留有什麼眷戀 要來抹黑呢 就輕鬆的過生活吧 不是自己的東西就丟掉 這是他們的私生活 到底想要我們怎樣 這不就是家庭內部的事情嗎 又不是暴力或犯罪 如果生活的這麼骯髒 就低調一點過日子吧 不要想要上電視 都不會害怕嗎 只要有一點名氣 就找相關的人解發私生活 這種人真的很差勁 像迷途或債務問題 這類事情公開是合理的 但這種事情只是單純的抹黑而已 不就是從對立的角度 偏埔的寫出她的感情故事 所以做人要善良 因為一切都會變成回力鏢飛回來 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 是因為自己看不順眼 就不讓她上節目嗎 她又不是在節目上裝單身 不喜歡就轉別的頻道看吧 所以對於低色爆料的Trippers 她私生活爭議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